因为 因为你跟我姐 我跟你姐 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请你相信我好吗 明夏 我再也不会让你 离开我的身边了 赵丹桥 爱的是明夏 我再也不会放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初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晚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成一个日式的运动 我也不喜欢 付明镜与点栏目 确实营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赵总 喂 赵总 你好 赵总 是我 二姐 你在哪儿呢 别别别 我们快着急死了 你放心吧 我在古镇呢 我特别安全 二姐 你到底在哪儿呢 我们现在找你去 赵总 你就放心吧 我一定会把小夏安全地带回来的 好 拜拜 我们走吧 喂 喂 为什么用的是赵丹桥的电话 我哪知道啊 赵总说了 马上就把二姐送回来 你看啊 最了解二姐的还是赵丹桥 你看这么快也会找着呢 你哪儿那么多话 赶紧给你爸妈打个电话 小心 喂 妈 志杰啊 二姐找着了 真的 真的 小夏找到 在哪儿呢 那好吧 好好好 找到了 真是奥彼陀佛 没以为啊 女儿找到了好归宿 哪料到 猪篮子打水一场空 还真有些难过 老兔子 你说 会不会咱们家的风水不好啊 别迷信啊 小的和志远的婚姻不是挺好的吗 现在啊 孩子大了 让他们自己去做主吧 行行 听你的 还有啊 这次小夏回来 你得给他赔你道歉 上次在医院 看你没有了解情况就说小夏 他该你多伤心啊 嗯 以后 我就好好对他 这叫什么 将功补过 这样 这次小夏回来 可不能住秦豪家里了 跟馨儿起一气也不合适 这样吧 我们出去 把他以前租的那个房子再租回来 你觉得怎么样 这是个好办法 我举双手赞成 我举双手赞成 董事长 刘姨啊 好久不见 现在还是要叫你刘董事长 其他人呢 你不觉得奇怪吗 我怎么会出现在 蓝桥国际的董事大会上 我一点也不奇怪 你父亲原本就是股东 而且最近 你又趁着股价下跌 吃尽了不少 冯家 现在应该是第二大股东 你夺走了我母亲的幸福 让她这二十年 一直待在丰人院 我作为我父亲的代理人 加上我所持有的部分 我会让你对她的伤害付出代价 我刘兰芝 问心无愧 如果你听信你母亲的一面之词 那我也没有办法 你想怎么样 我奉陪当地 同时其他股东 会议半小时以后照常进行 是 半个小时以后 难堪的人会是你的 董事长 你可以看看 你从哪里弄到的 这个时候 我觉得你不应该关心我从哪里弄 你为了瞒报 这两千万现金的漏洞 篡改上交董事会的文件 还最让我有趣的就是 写款遣到的那个财务总监 是你一手提拔的心腹 离开会还有二十几分钟 这份文件现在 董事会人手一份 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 该怎么向他们交的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